今天又是阴天 星期天 早上的9点钟 冲浪 今天海边那边也会是阴天 直到下午的4、5点钟 5、6点才可能出太阳 就云开雾散 上周的话冷得要死 上周的话最大的问题是我忘了穿 我只带了一只靴子 所以的话就没法穿 也就不穿了 就冷非常冷 一开始真的是下水 脚都不敢碰水 就碰了马上就要抬起来 特别冷 后来慢慢习惯了好一点 就冲了一下 去的是Huntington Huntington那边的浪还是不大 但是也有持续的浪 毕竟是Huntington 著名的冲浪顺利 那Sunset那边完全不行上周 那今天我们还是会先去看一下Sunset 因为综合来讲 Sunset还是最好的 因为它停车方便不用钱 然后停车的位置跟你下水的地方很近 然后也近一点 就诸多方便 只要它的浪 OK 我们肯定是在Sunset 转眼就快冲浪三年了 两年多了 到今年的8月的话 就是满三年了 就像温油的速度一样 慢慢的有一点小进步 但是确实这进步太小 那今年的话 希望慢慢夏天来了 然后冲的多起来 然后那个水平上能够提升一点 然后再换一块板 就是今年的目标 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就是换板 换成短一点的板 然后冲的更好一点 其实上回上周冲的还OK 就是浪比较小嘛 也比较冷 所以有点影响 但总体来说 我觉得是有进步的 跟那个最近虽然没去冲浪 前段时间没有去冲浪 但是在滑板 你在用那个冲浪板在滑 就冲浪 冲浪滑板在滑 所以的话就是 有帮助的 就是那种左右左转右转 那种动作 我觉得有点相似 然后再加上平衡 这些通过滑板都是有帮助的 这个夏天还有个愿望 就是让Chris慢慢的冲起来 让他喜欢上 然后冲出一点成就感 这样的话 我觉得他都喜欢上冲了 然后就是有个伴嘛 有个自己的伴 也有一点这种 自己家的这种成就感 如果他冲的很开心 经常要拉着我去 那就太好了 就不用每次我来拉他 而且冲浪的话 确实运动量还挺大 挺好的 对孩子来说 我觉得非常好 刚刚到Sunset Beach停下车 看了消息 浪友说他看过了这个浪不行 所以我们继续续去那个Huntington 跟上周一样去Huntington 去Huntington 还有各种其他 还有各种其他的 Wild Wild 小 好车 老车 他中的面包 我挺喜欢的 很多老车 经典车了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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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狗摊 这是狗摊 这是狗摊 狗摊 其实也不错的 就是下去有个悬崖 比较麻烦 这个礼拜明显比上个礼拜 就人多很多 这个parking就没有上回那么空 这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看这个消防救生的人在这里 不知道出现了什么事情 可能 有人 有什么事故 上回我们就停在这 17 礼拜 好 我们还要再继续下去 我第一次停在17 我们要去9 我到了上周停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看下面有个小孩玩的 然后这个 这个 浪 哎呀 怎么样 这边 稍微好一点 这边 好像很脆的 就是浪 这边也没有人去 今天其实还是很冷啊 不 今天穿了那个靴子 就 好浓 就穿了靴子 不感觉 手上有点冷却 就一换了就不错 啊 然后有很多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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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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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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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